老太太 今天请的客人都在隔壁 他们都吃过了 在那边喝茶 冯老听说周深文先生的长子 和未婚妻来了 刚写了一幅字 要送给时宜小姐 我父亲的朋友 真是难得呀 冯老的字千金难求 也只有好朋友 才有这样的福气 今天来的客人哪 都是我们家的市郊 大家都应该去打个招呼 走啊 都去都去 好年不动 片头生鼠 冯老的字是越来越漂亮 冯老 老姐姐 你好啊 好好好 您辛苦了 这就是周深文的大儿子小陈吧 是啊 这是石仪她的太太 冯爷爷好 已经是太太了 不是 婚宴是哪天的 怎么没人请我们呀 年轻人性子急 先注册了 婚宴还没来得及准备呢 哦 这样啊 老姐姐 这些年哪很少动笔了 听说你们的婚事 才起来念头 随便写了几个字 来 过来看看 都过来瞧瞧 是吗 汇丰合唱 珠连碧合 先写了珠连碧合 对应你们的婚事 再一想 这四个字 才最适合用在书房 所幸啊 就两个都写了 辛苦您了 冯老 老姐姐 我们坐下聊会吧 好好好 您先请 我身边没有能做回赠你的东西 怎么办 没关系 冯爷爷也是急性发挥做的 实在不行的话 我在藏树楼里 再挑一样东西 送给他就可以了 你们家藏树楼是宝库啊 什么都有 冯爷爷 刚刚听阿姨说 您的字千金难求 我的话虽然比不上 但还是想画一幅回赠 不知冯爷爷是否有 建议 好啊 能有新人赠画 带回去一沾喜气吗 石小姐 请 爷爷叫我石仪就好 石仪 好名字 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冯爷爷 我画好了 好 我们去看看 再看看 看看 好 好 好坏 好 你呀 寻得饱喽 对了 婚宴定在什么地方了 镇江 镇江 那我可要等你们的警惕了 好 一定请您去 一定请您去 好好好 你的国画跟谁学的 小时候在家看着明师的话 临摹的 因为喜欢这个 所以经常把自己 关在房间里练 就当做打发时间 那我只能用天赋来解释了 我从小就喜欢画画 也练过人物 但可能天生不擅长画人吧 从来都画不好 对 我在广州机场 和你说过那个故事 里面女主演那样 她跟着男主学画画 从来都不画人 最擅长的就是画画 她其实是把男主 当成何在画 她也不是不会 而是不敢 她怕别人知道 她喜欢男主